我覺得我們中天蠟崴抱 節目做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很仔細 你看看 我們從這張圖裡面 就是剛剛看到 它有海軍 有陸軍 然後又用了這輛戰車 這輛不是戰車 叫做步砲聯合車 我跟各位講 其實每一個階級 每一輛車 每一樣東西 都有它很深的含義在 我解釋給大家聽好了 第一個 為什麼在揚梅 因為揚梅在往南走 叫高山頂 是一個小高地 對不對 往這個東邊走 叫做孤魯山 也是一個小高地 往北邊走 是林口台地 對不對 林口 那你想想看 這三面包圍 中間一個是桃園 桃園一個平台 桃園中立的平台 然後是不是一個剛好 如果說是我這四周都控 這些高地都控領了以後 整個桃園地區 都是在我掌握之下 然後這個地方有什麼呢 第一個 有桃園機場 第二個 有紅色海灘 海湖海灘在這邊 所以為什麼有海軍的 因為海軍來講的話 他在這邊可以實施正規登陸 部隊可以輸送上來 然後為什麼有空軍的 因為空軍可以在這邊做機架 運20 那為什麼是這輛車子呢 因為這輛車子 可以用運20下載下來 不是用戰車 戰車它可能 它的戰車或許運20還載不了 但是這種車子運20可以裝在 一定要運20可以裝兩三輛 這種車子 如果說是我控領了這四周 那林口台地都是高好復旧場 閃兵在那邊控下非常舒服 躺在地產上 對不對 然後這個揚梅高山艇 可以用 075的兩棲突擊艦 載著武裝直升機 然後載著直20的運兵機 直接在那邊佔領以後 你南部的部隊上不來 然後北部這邊我用空降 然後散兵在那邊空降以後 我佔領林口台地形成一個 我們經常講攤頭堡 這就是攤頭堡 所以難怪它會有空軍參與 我說難怪它這裡面會有空軍參與 對啊 就空軍參與 就是空軍要了解說 我的飛機在什麼地方降落 桃園機場怎麼樣降落以後 我這些運輸機怎麼樣 讓我的戰車下來 就是這輛戰車下來 然後海軍就是我在那邊 紅色海灘上面正規登陸 所以我覺得 但是大家也不要擔心 其實我特別要講 這個也是他們一個作戰計畫 那我前兩天還特別看到一個 美軍也知道這個作戰計畫 美軍來講你去看新聞 它M1A1戰車要賣給我們 它要我們部署在那邊 它原來我們台灣的M1A1戰車 要部署在關渡 那它現在美軍叫我們 把它改到陽梅地區來 我不曉得它是不是聽到 我們的評論 然後美軍就把它改到這邊來 但是我特別要講 有一點更嚴重的事情 如果在這邊決戰的話 那我們所有部隊 會在這個地方敵我兩軍 如果說在北部決戰的話 我們南部的部隊會調上來 之後南部部隊怎麼辦 我跟你講火山布雷車 就是灑在屏東 或灑在台中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整體的一個防衛作戰構想 就是說我如果台中 我們台灣就這麼多部隊 我在這邊集中決戰的話 我所有部隊都要上來 那我台中就空了 如果這時候你趁我台中空 你在台中地區登陸 或者在屏東地區登陸來講的話 我屏東地區怎麼走 我就撒地雷 我就火山布雷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買火山布雷車 到底在這邊 楊梅離台北很近 非常近 對啊 所以說 這個當然我必須要講 這是其中他的 這個巫統的一個方案 他不是一定在這個地方做這個事 也有可能在屏東登陸 也有可能主登陸在台中 但是這不可諱言 這是確實是一個 那連我都知道 因為我在那邊演練過很多 上百次我在那邊演練 一天在那邊登陸 我們怎麼反擊 我們做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 所以敵軍也知道 那他特別秀出這種照片 就跟韓明剛剛講的 他是外宣 對我們台灣 統戰恫嚇的意味彼岸 我們國防部長官也都知道 像我們一般軍人都知道 這個地方就是決戰的 決戰點之一 所以我們這邊部署的 不管是這個五四兩旅 這個五八四旅 還有這個269旅 還有林口台地上面部署的 陸戰隊一個旅在這邊 就是為了這個地方做決戰 所以敵我雙方都知道 那他為什麼我們都知道 你也知道 他還要做這個東西 他嚇我們老百姓 就譬如說我對你摸得很清楚 對不對 那你自己考慮怎麼辦 那上禮拜我們討論是哪一點 討論是貧重地區 兵推你記不記得 那兵推也是他其中一個登陸方案 所以不一定在這邊登陸 但是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有這種 他對我們摸得很清楚 對 也是有某種意涵存在 好 另一頭我們看到 現在國際間Q台灣 就每天這個每個國家 每個政治人物都在講台灣 當然這不是件好事 拜登3月23號又簽佈一個法案 挺台灣的項目 超過了3.3億美元 但是從他援助烏克蘭 大家大概可以推敲的過來 這個過程是怎麼回事 另外你看到大陸有自己的節奏 在兩會之後 例行會有一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那這兩天在北京召開 那李強主持 那當然之前我們討論過 習近平主席也會跟來自美國的 許多大企業的一些高管進行見面 那這次境外參加的代表團 超過了110位 比方說你看西門子 都是美國的特大型的企業 像西門子的總裁 這次不是說來開個會而已 他這次到大陸總共是7天 去了好多個城市去看 還有蘋果的庫克 在開會之前好幾天他就來了 那進場的時候接受媒體訪問 你看講得多露骨 我愛中國 我愛中國人 我會繼續投資中國市場 他的新產品 最近要在中國上市有沒有 那李強在演說的時候 向外商喊話 有信心守住 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我們知道很多西方媒體 對中國的經濟 有各式各樣的一些風險上的揣測 那他有信心喊話 還有在這裡 這個也很重要 大陸發改委主任講 會加速落實全面取消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 這個很重要 這也顯示了中國大陸 希望招募外資 還有自己的國力的一個底氣 一個自信存在 那當然在這裡 這個西方媒體看到的就是 為什麼 這次在央視的報導當中 李強出現的這麼少 當然如果在平面上 你會看到到處都是李強 這個會議當中的談話 其實如果你看平面的話 不但不少 而且很多 但是這個外媒看到的就是央視 電子媒體 電視媒體 就是說為什麼會這麼少呢 認為李強不會像過去一樣 接見這些這個外國的企業高層 是由這個習近平來接見 所以所謂的定於一尊 然後他也從這些重要的會議中淡出 然後央視報導的篇幅比較少 也拿出來大作文章 但是另一頭注意到了 大陸央視也罕見公布了 第一夫人彭麗媛在湖南長沙 調研的工作這也引發了各界的揣測 因為過去彭麗媛大部分出席的 都是跟習近平一起 或是一些這個個人的一些這個夫人外交啊 或是一些國際的外交上 但是這個是湖南長沙 關於這個肺結核事件的一些調研等等 當然各種揣測就包括他要從政了嗎 還在幫他找位置 所以紀大使你怎麼看 這個因為他這個習近平 這個彭麗媛到湖南 因為正好我們看行程 這個習近平他是18號到21號 他也在湖南 他在長沙跟長德 幾個地方訪問四島 所以習近平是 那個彭麗媛大概跟他先生一起下去 因為他有一個聯合國的 一個防治相關的疾病的一個頭銜 大使的頭銜 所以他大概用這個頭銜 他順便也去參訪了一下 就是說湖南地方的防治結核病的 這樣子的工作的狀態 我覺得是對於他聯合國給他一個 防治肺結核這種傳染病的這種一個 等於說一個大使的頭銜的一個 一個工作展現吧 我覺得是為了他本身的頭銜而來的 太陽星全校客廢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廢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廢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廢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廢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身體健康 民事完成